蓝湛你快看那就是我的仙门万剑宗 已怎么这么多人站在山门 魏无羡将万剑宗只给蓝忘机看 现在的魏无羡高兴得完全就像个孩子似的 嗯 我看见了 很厉害 可能他们是为了迎接你 蓝湛宠溺的附和魏无羡 殊不知自己随意的一句话竟然说对了 恭迎凌晨先君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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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停在仙门口 各宗门弟子除了掌门和长老们没有跪 其他弟子皆跪下迎接魏无羡 将魏无羡和蓝忘机都惊呆了 幸好两人是见过世面的 毕竟在陈情世界魏无羡也是受修士们尊敬的 徒儿拜见师尊 魏无羡连忙拉着蓝忘机走到清化剑尊面前行礼 好 好 好徒儿 你终于回来了 只是魏英这位先试试 清化剑尊上前拍了拍魏无羡的肩膀 欣慰地说道 又看了看魏无羡旁边的蓝忘机问道 师尊 这是徒儿的道理 他叫蓝湛自忘机号寒光仙君 师尊蓝湛可厉害了我们在中世界那个灵气匮乏的地方 才用一千年就突破了分神 魏无羡怕蓝忘机被小乔连忙说出蓝忘机的修炼天赋 清化剑尊一听 这是他宝贝徒儿的道理 眼神立马回到蓝忘机身上打量起来 恩资质上层竟然还是天灵体 气质雅正端方 被他如此打量 也不见对方怯场 容貌竟跟他徒儿不相上下 确认过眼神是配得上他徒儿的人 清化剑尊能看出来蓝忘机的资质 其他门派的掌门长老自然也能看出来 那些掌门长老们心中忍不住有些发酸 这万剑宗又来个天赋一柄的人 天灵体啊 只要灵气足够不足千年 就能突破大城得以非生 可惜不是他们门派的弟子 嗯 好 自今日起你就入我万剑宗成为一封之主 至于住所 你可以自己选一座山峰 作为你的洞府 在万剑宗修为 只要达到分神期 就能自己开辟洞府 成为封主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跟魏英同住在尹剑峰 清化剑尊看着蓝忘机点了点头道 他已经知道送他徒儿什么礼物了 谢剑尊 蓝湛跟着魏英住在尹剑峰即可 蓝忘机知道 面前这个人是救了魏无羡的 并且还是魏无羡的师尊 在陈情世界 魏无羡就跟他说过很多次了 所以对着清化剑尊很是尊敬 即使被清化剑尊上下打量 也不生气 更不怯场 听了清化剑尊的话 连忙回答道 好 不过 即使住在尹剑峰 你也要选一封 作为你的洞府 行了你们快起来吧 看着还跪着的魏无羡 和蓝忘机清化剑尊立马让两人起来 是剑尊 是师尊 陈情世界 师兄你去那里 温怨看着又要离开的薛阳喊道 闭关修炼啊 好早日突破分神 去找师父他们 蓝老先生和蓝宗主他们 都快突破分神了 薛阳看着温怨说道 你还有温叔叔情姑姑都去闭关了 那我呢 若不是为了门派发展温怨 也恨不得天天闭关 只是门派是师尊的心血 他可得管理好 那我不管 我要闭关修炼去找师尊 你可以尽快培养一个 能接你班的人啊 好了不说了 我要去闭关了 薛阳挥了挥手 不等温怨再说什么 就匆匆离开了 温怨 他不难过 不伤心 他很好 摔 自从师尊飞升后 整个修真界的人都成了修炼狂魔了 见过林辰仙君 寒光仙君 见魏无羡和清化建尊 说完众仙门的掌门长老们 才上前跟魏无羡和蓝忘姬建立 虽然他们是掌门长老 但有些修为还没有他们高 虽没有跪下迎接魏无羡 但都还是很恭敬地 上前向魏无羡和蓝忘姬拱手行礼 见过各位长老掌门 魏无羡也回礼道 自然旁边的蓝忘姬也跟着魏无羡一同行礼 魏无羡又跟着各掌门长老们 叙了会酒 就被清化建尊赶去休息了 魏无羡一听 可以离开了 连忙拉着魏无羡离开 蓝战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两人在影剑峰休息了几天 魏无羡就拉着蓝忘姬出门了 顺便留了道传音符给自己师尊 言明自己和道吕出门办事过几天就回来 蓝战 怎么样这里好不好看 你喜不喜欢 这片山名字以后就叫云深不知处 魏无羡带着蓝忘姬来到一片山峰 这里看起来风景很美 四季如春 而且灵气也很浓郁 很好看 我很喜欢 魏英你带我到这里来试 蓝忘姬看着面前的一切 有些费解 蓝战我们在这里 见一个姑苏蓝氏可好 以后兄长和叔父 还有其他蓝氏族人飞升上来了 也有个安身之所 苍蓝大陆不光有门派 也有跟陈情世界一样有世家 只是世家都是依附着门派的 每年世家都会送自己家族的弟子进入宗门 期望能被某个大能收为弟子 这里离万剑宗很近以后 姑苏蓝氏在这里建了家族后 就可以直接说是万剑宗附属家族 既有了自己的家 又有了靠山两全其美 魏英 谢谢你 我很喜欢 蓝忘姬看着魏英眼里满满的感动 蓝忘姬知道魏无羡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他也知道想要占据一座山魏无羡肯定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蓝湛 是我该谢谢你 一直以来你都默默地陪着我 不管我做什么你都在我的身后支持我 蓝湛你很好好到值得我付出所有对你好 魏无羡看着蓝湛说道 走蓝湛我们去看看这座山 然后好好规划一下 到时候我们就去万剑宗发布宗门任务 让宗门弟子接取任务 为我们修建姑苏蓝氏 然后再在山脚下建一个彩衣阵 你说好不好 不等蓝忘姬说什么 魏无羡就拉着蓝忘姬四处查看 说着自己的规划 蓝忘姬任由魏无羡拉着四处跑 魏无羡说什么 他都满眼宠溺地点头同意 两人把地方规划好 就直接回了宗门 然后又去发布任务的千门阁 将任务交代给千门阁直视 让他将任务发布出去 凌晨先军 韩光先军请放心你们的事情 我一定为你们找靠谱的弟子去做 保证做得稳稳当当的 千门阁直视排着胸脯保证道 见过凌晨先军 韩光先军 清化剑尊请两位去一趟清剑风 好我知道了 魏无羡有些不解师尊这个时候找他们有什么事 虽然疑惑但还是和蓝忘姬一起前往清剑风 师尊 清化剑尊两人同时行礼道 阿现今日叫你来是因为为师感觉自己似乎快要突破了 过些时候为师就要闭关了 这里面是菩提子 菩提子乃上古之物 是为师在一个上古秘境中得到的 是为师送给你的礼物 至于他的作用都在这预检里 清化剑尊将自己要突破的消息告诉魏无羡 不等魏无羡反应过来 又直接拿出一个玉盒 和一个玉检交给魏无羡 什么 师尊你要突破了 这天罚结束了 魏无羡不可置信道 是 在你们飞升到我们苍蓝大陆 那刻起天罚就结束了 一直没有突破的修为 最近也隐隐有突破的迹象 魏英你们也要好好修炼为师 在上面等着你们 清化剑尊回答这魏无羡的话 两人从清剑封出来的时候 天已经快黑了 两人回到影剑封 魏无羡看了看手里的预检 往额头上一放信息 就直接印如脑海 随着接收的信息 魏无羡看着愈合的眼睛 越来越亮 蓝湛你知道这菩提子是什么吗 蓝湛我们可以有孩子了 拥有我们两人血脉的孩子 我们只要将这菩提子 种在灵犬内 在每天滴一滴我们两人的心头血 再输入灵气灌溉 里面就会孕育着我们的骨肉 等它开花之时 就是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 魏无羡有些高兴 又有些激动 他没想到师尊会送他这个礼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苍蓝大陆过去了百年 陈情世界已过千年 苍蓝大陆云深不知处的 姑苏蓝氏也见好了 不仅如此就连山脚下的彩衣镇 从开始的只有灵星的几个人 而且还都是万剑宗的弟子 到现在的人来人往繁华飞长 而魏无羡和蓝旺鸡种植的菩提子 也开花结果了 至于清化剑尊 至今都还在闭关 哈哈 玄凤再飞高点 再快点 能如此在影剑峰高声喧哗 还骑着凤凰在天上飞的 也只有凌晨仙君和寒光仙君之子蓝云了 当初菩提子开花里面 出生了两个婴儿 一个女孩一个男孩 分别取名魏玲珑和蓝云 至今两个孩子已经有17岁了 别看两个孩子 小但他们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金丹期 不足百年修为 就达到金丹期 可想而知两人的资质有多好 阿云 一个温柔好听的声音喊着蓝云 声音不大 但蓝云却听到了 连忙指挥着玄凤送她下去 阿姐 你找我 蓝云跳下来后 玄凤也摇身一变 立马变成了人跟在蓝云身后 嗯 父亲和爹爹 叫我们过去一趟 走吧 别让父亲和爹爹等久了 蓝玲珑说完 就往影剑风玉剑而去 阿姐等等我 蓝云在后面追着跑